哈喽,我是刚看了《沙丘回来》有感而发的Farmer 先说明啊,这不是一期影评,只是我的一些思考 对电影,对导演,对他现在两极话的评价 如果你也刚看完电影想要寻找共鸣 或者看到满地的差评还在犹豫是否买票的话 或许这个视频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我想先请你深呼吸两次 让自己摆脱浮灶,沉下心来 安静的看看这幅画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觉得这幅画仿佛带着魔力 将我的感官牵引到了画面营造的氛围之中 宁静、深邃、孤独、冰冷的街道、温热的餐馆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三角形孤岛上疏离的人物关系之间 我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全感 一种深层次的平静和思维的放空 从大脑深处席卷而来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在观看时被画面营造的氛围打动 并且产生了种种奇妙的联想与感受 那么我想《沙丘》乃至于维伦纽瓦导演的大多数电影 或许都是适合你的 这种会被光影画面的吸引而沉醉的感受 在不同经历或者不同社会处境心态的人群之中 会有明显差异 这也导致我们在观看注重氛围表达的作品时 体验大相径庭 一如这部《沙丘》 如果无法带入氛围那你或许看着哪哪都难受 设定怎么未来了还是中世纪那一套 有没有想象力啊 那个主角你倒是打呀 你怎么打戏这么烂啊 导演到底会不会拍动作戏 这个主角怎么又在做梦闪回来 烦不烦啊等等 就像你相亲时脱口而出的拒绝 左一个理由右一个借口 其实真正的问题你心知肚明出在根上 不要试图去理解而是去感受 我每次看到维伦刘瓦的电影都是这种感觉 倒不是说他的故事多么艰深晦涩让我看不懂却大受震撼 相反他的故事其实称得上清晰简洁 只不过在我眼里啊 他的电影更像是一个巨型画展 由无数的插画串联而成 影音画的结合让我沉浸在那个空间和氛围之中 而故事则用来辅助推动这个时空的前进 音画与故事之间的分寸感显得特别重要 若故事结构过于复杂烧脑 则观众必然要分出一部分大脑的顺利用来消化情节而分心 此消彼长之下 沉浸在音画之中的享受就会削减几分 除非你多看几遍 对说的就是诺兰 但满分十分我依然会给诺岛主观评分5加5的评价 而相反如果故事过于敷衍 简单甚至逻辑不明 这很容易让大脑在中途就断开连接 比如 太多了比如不过来 我的主观评价 《银翼杀手2049》 包括这部《沙丘》 我都能给出高分 当你看完电影满心欢喜回来 想早点共鸣 却发现电影评分并不高 并且出现了很多诚实评价 讲几句真话的评价里面说 《沙丘》是不是烂片 也不要失望 本来这种五只蜜糖 笔子劈霜的事情 我一向不爱反驳 人类是无法真正相互理解的 大家各自的感受共鸣 都太主观了 拿前一阵很红的失控玩家来说 我主观评价 它是我近年来 在影院里看过最烂的欧美影片 通篇冲斥着 不遵守自己设定的逻辑错乱 突兀反常的人物行为动机 极度扁平的角色塑造 低幼的情感刺激套路 缝合感十分廉价的美术设定 但是假如你让我客观评价呢 那我会说这篇还挺不错的 让很多观众获得了愉悦的观影体验 并且自身也拿到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做一部商业电影 这样就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这次对于那些攻击沙丘的影评 如果非要较真的话 我还是很想发声替同好们反驳几句 首先很多人吐槽 为什么未来还是冷兵器户哦 还是君主分风制 人类怎么还是老一套等等这一类问题 这一点我反对 从艺术上来讲呢 未来结合复古 包括赛博朋克那种高科技结合低生活的设定 就是由感官的冲突对立 产生了一种美妙的化学反应 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 从发展上来讲 人类点科技术一向就不按照古人的套路出牌 假如古人穿越过来 看到你现在还不会遇见飞行 不会隔空取物 还在穿棉衣保暖 吃五股杂粮 可能也会对你很失望 从意识形态上来讲 人类还真就是一直当复读机 一直玩老一套那么过来的 历史总是轮回 潮流总是逆转 假如你说未来人类就一定能够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了 我反倒要保留意见和看法 第二 岳医生为啥突然和甜茶说中文啊 突兀又尴尬 我反对 一来如果换成中文以外的其他语言 你或许就会觉得特殊语言的加入 增添了一种异域风土的神秘感 你的尴尬一部分其实正来自于自己的母语被cue到了 二来当时是主角和岳医生比较私密的语境 所以用了这种有加密功能的语言 就像两个闺蜜在讲悄悄话 同时也从侧面交代了岳医生与主角郁佳的亲密与信任程度 维伦刘瓦的叙事手法是简洁且高明的 有能同时表现出A和B的情节 就尽量不去浪费多余的描写 就好像后期黑妹召唤杀虫那一段 观众只看到她拿出两个钩爪站在沙底里等待 被人粗暴地打断之后 她的动机和设定就成了一个谜 导演也全然不会浪费篇幅跟你解释 但结尾那个骑在沙虫背上的身影略卦 你自然就明白了 这种我不说但你一定会懂 都在我镜头里了的小心思 还是挺有风险的 像诺兰这样的导演还好 观众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特别留意她的小动作 但是像维伦牛或者其他在国内 更加小众冷门的导演就没那么幸运了 创作者的脑电波一旦和观众对不上 就成了抛媚眼给睡着的人看 自讨没趣了 第三 岳一生这个角色算是辱华了吧 这点我不完全反对 辱华算不上 甚至在好莱坞电影里 一贯让华人扮演长相丑陋的路人 卑劣的小丑 低贱的仆人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配角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岳一生反而算是一个小有反转 身负矛盾和谋略 却被命令捉弄的人 你说他被利用视为蠢 但他死前听到真相时那副毫不惊讶的表情 已经侧面告诉了观众 其实他早已做了结局最坏的猜测 只是还有一线机会都愿意为那个人尝试罢了 你说他害了主角一家视为坏 但其实当时主角家族已经注定是双权难递四手 岳一生的背叛不是胜负手 而是火上浇油罢了 而他也正应看清了这一点 所以由自己来当这个坏人 反而以双面间谍的身份保全了主角母子 并且提供了自己阵营一次反杀对面的机会 但话虽如此 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岳一生的身份确实迎合了欧美人潜意识里讨厌华人的心理 毕竟背叛自己真正的昔日队友是全人类最鄙视的行为 不管你有什么苦衷都是令人不齿的 这个同好们也不用洗 想象一下假如你在一个电影里看到三哥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 三哥果然够贱 呸 三哥怎么都是这种货色 真恶心 三哥怎么还没从这个世界上死绝 等等 这些潜意识里的刻板印象 是不是就被负面情绪连带着加重和固化了呢 第四 故事沉闷托塔结构崩坏 这一点我反对 如同我前面说的 维伦刘瓦的叙事已经够简洁了 说的托塔属实冤枉 在你看来啊 托塔属闷的部分 正是导演和有音话共鸣的观众正在享受带入氛围的阶段 而你认为的结构崩坏 则是因为它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套英雄之旅的故事模板 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主角受到冒险的召唤 看到他迈过门槛 眼看他经受试炼 遭遇了敌人 邂合了盟友 然后没了 你所预期的那个英雄之旅模板的高潮部分 毕竟最深的洞穴 经历严苛的考验 拿到宝剑回家的路 死亡再重生 最后血万能要回归呢 这些都没有 虽然也许你可能并没有听过编剧们耳熟能详的 千面英雄英雄之旅这个说法 但你多年的经验 已经会让潜意识默认按照英雄之旅的模板作为参考标准 得出了这个故事结构错误的评价 而这部电影作为小说的开端 原著既没有在这里完成一个英雄之旅的闭环 导演也不打算强行改编 而是选择放弃套路 把故事的三部结构放在了被迫接受召唤 经受了背叛和考验 最后获得同伴的认可 开启全新篇章这样一个组合 你可以认为它是不符合你预期的 但似乎也没有规定说 所有电影都必须遵循英雄之旅的架构 否则就是错的这一设定 就好像不是所有视频的结尾 都有求点赞关注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这种话 保企就有那种戛然而止 我们下期再见